古法龟钢 伴侣鱼 简单省心少花钱 古法养龟看东龟 乌龟钢里有蚊虫怎么办 乌龟钢里食物残渣太多 水质一脏一臭太浑浊怎么办 你需要一款既便宜又好看的龟钢伴侣 金鱼的十足 国粹草金鱼 老粉都知道 东龟先生每年都会网购一次草金鱼苗 养在乌龟钢里 用于控制蚊子幼虫和清理食物残渣 草金鱼属于典型的吃货鱼 嘴巴不算小 在龟钢里清理食物残渣的效果非常好 实际上 它们不仅除残渣 更多的时候 适合乌龟抢食 因此不宜饲养过多 否则到时候挨饿的可能就是乌龟了 至于大家担心的蚊子幼虫 草金鱼清理它们更不在话下 东龟先生之所以使用草金鱼 一是考虑有观赏价值 虽然是金鱼中的草根 但好歹也是名副其实的金鱼 颜值还是有的 养在乌龟钢里 也是一道漂亮的风景线 二是草金鱼苗便宜 基本都是9块9二三十条 五六十条的样子 每年9块9 养龟到永久 鱼龟混养虽然不错 但鱼最终都是乌龟的食物 所以损耗是避免不了的 因此不宜采用价格贵的鱼 便宜又好看 草金鱼确实非常适合古法龟钢 三是相对安全 草金鱼属于人工养殖品种 与野生鱼虾相比 寄生虫等相对少得多 被乌龟捉住吃掉更安全 不用担心寄生虫问题 总体来说 草金鱼便宜 好看又好养 被乌龟吃掉 也不用担心寄生虫问题 如果大家不知道 龟钢里养什么鱼好 东龟先生推荐草金鱼苗 注意草金鱼贪吃 杂食 嘴巴也不小 身手敏捷 游动速度快 不宜与黑壳虾混养 即便是成年黑壳虾 也能轻松被草金鱼吃掉 下面 东龟先生再来简单说说 火山石古法钢养龟养鱼 常用工具鱼虾螺网购价格情况 一 除枣工具 除绿枣褐枣 用黑壳虾或黑壳虾系观赏米虾 其中黑壳虾网购价格 9块9100到300只 多数是200只上下 比较便宜的观赏米虾是樱花虾和急火虾 以1厘米左右虾描算 樱花虾网购价格约9块9 10到20只 多数是10加5 急包10只 送5只防损 急火虾基本是9块9 10只的样子 比樱花虾贵一些 除丝枣的虾是花腰虾中华小长笔虾 和秀丽白虾 东归先生使用的是野彩的花腰虾 这种虾网上价格还不便宜 大概是9块9 5到10条 而秀丽白虾 东归先生网购过 发来的要么是红鼻子枪虾 要么就是花腰虾 买过两三次 没一次对版的 所以秀丽白虾活虾到底是什么样 东归先生也没见过 如果谁有可靠途径 欢迎告知一下 价格上 秀丽白虾比花腰虾还贵一些 除绿藻褐藻的螺 东归先生使用的是野彩的 囊螺尔萝卜萝 和购买的苹果螺 苹果螺按0.5到1厘米螺苗算 大概是9块9 十几个 东归先生买的是十几块100个那种 苹果螺雌雄同体 一体繁殖 任意两只就能繁殖 所以没必要买太多 一般红色的要比蓝色或灰色的更贵一些 能除丝藻的螺是福寿螺苹 苹果螺 黄金螺 但它同时有个外号水草收割机 用了它以后 缸里的水草也保不住 所以基本无需考虑用螺除丝藻 二 除蚊子幼虫工具 利用鱼 最开始提到的草金鱼 就是一款不错的除丝工具鱼 当然 它还可以除食物残渣 除丝藻 乌龟缸里如果饲养密度大 容易导致水肥 水质浑浊 进而缺氧 一般的鱼很难长期在硅缸生存 这种情况下 东归先生推荐大家使用插尾豆鱼苗 基本十条左右的普插苗 也就8块8 9块9这样的价格 当然原尾也可以 但网上卖的比插尾贵多了 或者用泥丘苗也可以 普通泥丘苗 9块9 50到150条左右 黄金泥丘苗 9块9 10到30条 多数在十几条的样子 之所以推荐插尾原尾豆鱼 泥丘 是因为这两种鱼都能直接呼吸空气 不怕缺氧 用它们控制硅缸蚊子幼虫再好不过 三 除油膜工具 青江鱼 这种鱼北方容易野菜 南方基本都被食文鱼取代了 网上卖的比较便宜的是贵系青江鱼 大概是9块9 10加5条 普通青江鱼网上卖的少 当然关备青江鱼也可以 但价格更贵 不适合作为一号品 不过如果是鱼缸虾缸 使用关备青江鱼还是不错的 毕竟观赏价值高 4 过滤水工具 论生物过滤器 效果最好的当然是合棒 一只成年棒一天能滤水几十升 如果缸不大 一只合棒就是不用垫的过滤器 但合棒存在的问题是体内寄生虫太多 并且合棒自己也会产生大量寄生虫 即勾结幼虫 小合棒会寄生在鱼身上 所以东归先生不建议大家使用合棒 除非是想繁殖旁皮鱼 不得不用 生物绿水工具 东归先生推荐大家使用合险 也叫黄沙险 黄金险 合险个头小 不产生勾结幼虫 在缸里也不会离地 破坏水草 价格大概是9块9 10到30个 一般是15到20上下 5 除食物残渣工具 上面提到的鱼虾罗 实际都可以除食物残渣 其中除石头缝隙 以沙表层食物残渣 以泥丘和黑壳虾效果最好 其中黑壳虾细米虾 还可以清理水草烂叶 以上价格都是根据东归先生自己网购 或浏览比较而来 仅供参考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